成都长居吗 已经长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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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居了 居下去了 真希望女男下不停 小敬腾长居成都 关键原因曝光 中国网友崩溃 别来啊 我觉得成都很棒 成都就是生活很好 很舒服 你干脆就去中国好了 哦 老肖可以堂堂正正 成江黄河水喝到饱啦 但是长居成都不等于定居 这个回答模糊又聪明 笑编先给过 啊别问怎么没有选 北上广山了 老肖的南港豪宅 有去看家的吗 成都生活这么好 然后物价 又也没有其他城市那么高 等抽粉 番茄等抽粉 与白白吃饭饭 吃面面 你现在如果投资成都的话 五年后什么情况 买房就要那个 那个 做餐饮这边做好一点 存了一点钱就可以买 嗯 还可以 肖敬腾经纪公司回应 团队4月中就到成都隔离了 出关后团队在成都租房 来往各城市工作 去年老肖呢 尺子1.5亿 在中国推出的餐饮品牌 还负面面 预计今年可以转店只30家 而首家实体面馆 就选在成都台股里开幕哦 我们家的姜豆浇浇面 好吃的 真的太帅了 一个明星夹子都没有的 网友对此留言表示 有钱人住哪都一样 人民币够香啊 而不是台北成都路吗 很好啊 入籍祖国 不要爽用健保 我一律支持啦 可有健保的 你保费交的是有人家多你 我真怕你们现在啊 增加健保的负担 脱华了健保 我只消了一辈子的健保都没用 长区的消息一曝光 关键字也立刻冲上微博热搜 但被雨神选中的天府之国 子民却很崩溃 成都未来40天 有36天降雨 我真的酸Q啊 这甚至如你所愿 我现在回成都 MAS还来得及吗 估计可以开辟一个新事业了 应该会赚的吧 哈哈哈 要么就是很欢迎 要么就是要我先离开 再离开那一种 对 也不希望我待太久这样 最近就很欢迎你 回来 哦 觉得热了是不是 写一首成都成都 微成都写一首 是不是已经有了 那就写一个 呃 罗与罗 罗与罗 想知道我在不在就往头一台 如果阴阴的话就是可能 我在离开的路上 或者是要来的路上 雨不惊着想来 我百分之八十七点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